开局第一把 我们到底能不能战胜对面 谢谢我在风中流浪 谢谢你 谢谢你的火箭 这个搞得我好羞涩 我喝个水 你是怎么也要把这个水的品牌 给它刷出来的 是不是 一天到晚说我做广告 我什么都没说 我就喝了瓶水 然后就 大虾你喝的是这个吧 你一定跟这个水的厂家 有一些渊源吧 不然你干嘛 干嘛说出来 OK 压着它打 好 医学出来了 现在还是压着它打 是吧 不停地去 医技能消耗它 这哥们我忘记 他学了什么了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是早用早CD 好吧 就是这个吃药早点用 你看这个 血掉了一些 然后蓝掉了一些 你就可以去 吃这个药了 然后这个下一波就好了 是吧 你时刻保证自己状态很满 你不要省 现在它应该是能回的 我们把公诉协议买 然后去预判一下它 是吧 不停地每一件打到它脸上 然后这样就压制 应该就完成了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 就情况很危险了呀 地图上一个人都没有 你肯定要往后撤了 是吧 往后撤 我们看一波 他们打也跟这个辅助带来 谢谢 我爱挺挺 谢谢你 谢谢你 好预判 没有打到 打磨在这边 OK 我们可以去压了 压一下 压一下 然后过去支援 好 这边再包 我们这一手 是不是赶紧拿了 拿了就赶紧过去 好 这一手应该就包到了 先给一件吧 先给一件 给一件 是吧 拉旁边来 继续点 继续点 死一个 闪现跟2技能 继续A 继续A 这边进场了 是吧 我怎么一个人了 可以 我点他两下 这边 暴君要出来 叫他 叫我 我请点一下 拉开距离 反手 一戒 没死掉 这2技能开过去 点他一下 再见 漂亮 是不是 懂我意思吧 你看到这个战况 是如何处理的 小地图一看 觉得能打 就赶紧过去 好 我们现在再去 把这个电刀 给做一做 优先做电刀 下路 暴君已经拿了 可以点一波塔了 点一波塔 然后开了个大招 是吧 这个 这个凯 差不多要过来了 我们就去 打野怪了 哦 不用打 给了我一套 是吧 预判一下 不知道打到没 反正你这个 一技能就随便预判 打到就中奖了嘛 没打到就算了 打这个野 是吧 没事 一技能往他脸上甩 吃药好了 就吃 一直压着就行了 然后第一把装备 是做电刀啊 我这个备战是有问题的 先做电刀 然后吃药 是吧 把这个蓝量多回一些 一技能往里面扔 嗯 吃了手 适合带夺脆吗 带啊 带夺脆好啊 就你现在就基本上 如果是自信一点 像我这样的选手的话 一般就是直接带这个 五夺脆五狩猎 好吧 你如果 呃 有些人也喜欢带带这个 十个多吹 好 这边给了我一套 我不慌 是吧 一技能预判一下 给大招 他是不是要开大 他没有开大 我开二技能 过去一直追他点 他死了 好 死了 是不是 你看到这个有破绽 二技能到脸上来了 我们开了个大招 直接过去点 如果他要反打的话 给二技能 他不反打 他要跑的话 就再给二技能 过去追一追 就这样 下路就基本上被我们压崩了 好 你看这个辅助在上路 对不对 辅助在上路 我们下路 就把这个下路塔给推了 他要下来 下来A一下 别急 这个塔应该是拿了 拿了 然后我们这边 五十天开了个大招 发现人都不在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个 野怪一拿 塔下的这个药一吃 这把就应该是稳了 好吧 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开大 我扛一波 扛一波 因为我这波没有大招 所以我们交一下闪现 别急 等下一波 这个二技能就好了 开大招 留一下 他回不回头打 看一下 他回头打 我开二技能 他 这我这 他这 可以 好 这边 挺逗的 完了 走一下位 别急 去把那个炮车给补了 走走走 回家 然后去做这个电刀 游戏结束 大仙真心 瞧你玩五十天可以吗 好的 我记住了 下一把五十天吧 玩鱼鸡 太怕真鸡这样的英雄了 你玩鱼鸡的话 一般都比较胖那种 就是说 这种 就是一圈一圈打伤害的 哪一种属于一圈一圈打伤害的 就是你莫名其妙会被他打到 比如说那个 王昭军 是吧 王昭军他开了个大招 你不好找位置输出 还有这个五十天 他随便丢丢技能 也容易打到你 其他的法师 我应该觉得 就是还好 他就是怕那种持续的 丢个技能 一片伤害的 好吧 我们这一把就赢了呀 这太简单了吧 真的 鱼鸡就是 有很多人 很多人这个二技能开得不好 所以这个鱼鸡打得不强 开二技能 挡一波伤害 是不是 然后一个大招 我向他骗了他一手吧 对吧 一技能 射他一件 吃口压往后撤 往这边走 是不是 他开了个大招 要进场 我想一下 他没到我脸上 我二技能不开 对不对 他到我脸上 我再开二技能 他又吃了两件 我们现在再去下路带一带了 好吧 有很多 你稍微稳一点 好多人交二技能 真的不太稳 然后就感觉这个鱼鸡起不来 你二技能交得好的话 一般战士拿你是没有办法的 你打米月那种英雄 可能有点吃亏 但如果你打战士的话 都很简单 好吧 就关于你这个二技能 开得好不好了 你开得好的话 基本上别人贴到脸上 那一瞬间 你就把二技能开起来 就很赚 好 给他一件 给个大招 这哥们就死了呀 是不是 你开二技能的时候 扛一下塔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是吧 下路就被我们打穿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达摩他也不在 那下路我应该可以持续推 我感觉这个同学 好像是会开大招过来的吧 往这边蹲一下 蹲一下怎么打呢 先一技能射他 然后A他两下 开了个大招 是不是他回头打波 他不回头打 我们开二技能 是吧 死掉 你先用一技能 你在槽里面先用一技能 因为你点了他 你再给他视野 你再用一技能不好中 所以我们优先一技能 把伤害打出来 然后开大招 开大招跟着他射 是不是 很简单 把这个蓝一拿 下路继续带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把 都没什么好说的呀 高剑离 行行行 你就不能好好看 我把这个鱼姬给打完吗 因为我每一天都被好多鱼姬坑 好吗 就感觉这个鱼姬 还是有点讲究的 假如说你不会的话 我建议你玩这个 敌人杰什么的呀 他不知道有没有闪 他有闪 他后面队有没有跟 我们直接开大反打 好吧 他死了呀 把这个破晓做一做 这边一技能耗一下 开二技能直接过去 点他两下 完了 我正按他 吃药 他这边过来了 开了个大招 我先大招限制他一下 但是往后拉 不要吃这一下 是不是 他往这边走 过来嘛 一技能射到 没有 可以 买装备 继续 继续下路弹 我看一下这里是能不能杀 好像不能杀 点这个塔 游戏结束了呀 就是卡二技能 二技能一卡 大招一扔 直接点他 他给了个大招死了 简单 点这个塔 好 这个塔就拿到了 你还是要注意啊 二技能开的时机 对吧 这个东西比较灵性 射到人了 是不是要给大招 并没有 我这有点残 不好打了 我先测一下 二技能 卡布伤害 这边电刀 还是能打得到我呀 随便拿下野怪 拿下线 我们就不用回家了 这里除了东黄 咬我 其他人应该都不好 不好打我 好吧 我们就稍微可以浪一下 玩一玩 让我注意 其实没什么好注意的 凯在上路 我应该会遭遇这个法师 法师没有过来 那么就请他们家野 都不跟我打呀 现在 我应该可以一打二 打摸下来了 好 我过去输出一波 开二技能 小拉一下走位 直接开大 开始刚 我的错 我的错 没有看清楚 拿红吧 推塔 不能拖了 你再拖等一下 那个女娃起来了后 不好打 推线推得有点慢 开二技能 就过去救人了 死 死 可以 开二技能 强行把这个塔点了 我这个 这一波不好打呀 他要跟我打吗 东黄 开大招 别急 点他 他死了 他没有队友跟 我应该是好打他的 我上去直接开二技能跟他 对点吧 这个槽里面 站得不错 我这 这个人挺聪明的呀 我这个准备进草的时候 开二技能跟他对着点 结果他在槽里面 他不点我 很聪明 可以 把这个大吸血仪做吧 我就不要做明刀了 分享一下银胜的出装 你想知道更多被战民文 公众号 先有game 发送英雄名声 他会自动恢复被战民文给你的呀 我认为我进草的时候 他应该就会点我了呀 结果他不点 我这个二技能就白开了 是不是 我如果二技能开了 开了时间再点的话 那个射手应该就要瞬间倒了 你挖这个大招补得好 是呀 应该就一拨了 感觉他们那边的确不是特别会玩 我的天 他一个大招放了我半个完学 好 游戏结束 一个弹幕都没有 弹幕很多 好吧 你有点看不到 你就跟我交流好了 你发弹幕我都是看得到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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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赢了 王牌下路 理所当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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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